来咯来咯,爱你们的小鱼又来了 许久未露面的王凯在最近参加了一档综艺战志巅峰 在录制之余,有网友流出他们一起在外野餐画面 不巧的是,在整张照片的右下角出现了谭松印的身影 开凯王聚会还带家属呀 谭松印与王凯通过相风而行 CP出圈,绯闻也是频频传出 王凯虽然已经出到多年 优秀作品也是接连不断 但是却至今未婚 不禁让人猜测,究竟是为什么生于1982年的王凯 因为出演了一部《寒秋》而进入娱乐圈 但是这部剧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水花 一直到谍战剧《北平无战事》的热播 由王凯饰演的方孟伟才终于在娱乐圈 打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大门 但是真正让王凯走进大众视野的是 在2015年这一年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 由他主演的《伪装者》和《狼牙榜》相继播出 两部剧,先后进行爆火 王凯在《伪装者》中饰演的《明晨》和《狼牙榜》中的晋王 由于帅气的外形和讨喜的人设成功出圈之后 随后他的事业也是一帆分顺 犹如咖挂一般,这几年由他主演的《大江大河》《欢乐颂》《清平月》 《我们这十年等》全都是热播剧 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年代,什么人物性格 王凯都能轻松驾驭 除了有些演技的天赋在身上之外 还有更多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而且王凯出道这么多年 从来不以营销炒作而宣传自己 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大家看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 肯定是他最近又要上,又要播出什么新剧 或者是他在剧组的一些剧照磨练演技 虽然人到中年 但是无论从颜值还是身材来说 王凯都能在同龄人之间拔得头筹 就是这么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人 却迟迟没有结婚 这难免引发大众的猜疑 虽然王凯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有女朋友 但是拥有帅气外表的他 也少不了许多绯闻的全身 无论是美艳的郁姐芬 还是清晨可爱的甜美芬 各种不同类型的女演员 跟王凯传出都曾传出过绯闻 但是这些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还有许多网友猜测 王凯一直未成功度过女朋友 再加上他出游泰国的时间 怀疑他的新取向是不是有问题 在王凯晒出的合影中 王凯搂着一名男子的肩膀 虽然大家众说纷纭 但是王凯本人不做任何回应 后来有记者询问他的工作人员 经纪人表示 亲者自亲 大家不要去相信这种无聊的言论 就在之前 某位网友爆料 王凯早已有女友 王凯与女方都是性格低调之人 两人很珍惜这段感情 现在处于半同居状态 因为不想受到外界关注 所以迟迟没有公开恋情 所以带到王凯官宣喜讯的时候 想必广大网友都会深感惊喜与意外 但是一切真的希望适合运运啊 两个人实在太甜了 两人在戏里珠连闭合 渐入佳境 让观众磕得如痴如醉 第四场两人约会的那场戏 开开看着穿着红色衣服的运运 是不是疯狂心动呀 手指抽抽运运的后背 低头近距离观察老公 看他笑 你是不是也很幸福呀 在绑头发的时候 开开还打去 让运运两边都在一个辫子 逗得运运 哈哈大笑 第五场 两人在眼拉手机时 开开躺在床上 还故意把手拉远 让老婆向自己靠近 这就是心机难吧 开开搂着运运的小蛮腰 一直在找角度 两人接连拍了四条吻戏 不得不说 开开真的好会亲 循序渐渐逐渐攻击 把运运直接拿下了 老脸一红 又只能看见王凯 忍不住的想象 控制不住想象高冷的人 设定了 简直就碎了一地 拍摄伪装者跟狼牙榜的时候 王凯认识了 跟他同一年出生的王欧 两人私底下也经常去聚餐 关系非常好 但这样的关系 在当时应该只是朋友 真正跟王凯传出绯闻的女型 是台湾美女陈乔恩 王凯报复之后 就跟陈乔恩一起拍摄了电视剧 放弃我 抓紧我 他们在剧中演的是一对情侣 CP赶爆棚 后来就有媒体爆料说 王凯跟陈乔恩双方家长 已经见过面了 王凯还跟陈乔恩连续三天 都待在一起 有可能是好事将近了 可是就在大家准备吃瓜的时候 却有人辟谣说 他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炒作新剧而已 而这两人的恋情 也很快没了踪影 如今陈乔恩已经遇到了 他的真命天子艾伦 跟王凯就更没戏了 他放弃我 抓紧我之前 王凯还拍摄了大爆剧欢乐颂 并且一开就是两部 这部电视剧不仅让王凯跟红了 王凯跟剧中的两位女演员 也传出了绯闻 其中一位就是在剧中 跟王凯演情侣的屈小霄 王子文因为两人的CP感 实在是太强了 而有很多粉丝希望 他们可以真的在一起 不过后来就传出了 王子文已婚生子的消息 两人也辟谣 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现在王子文虽然还没有结婚 但是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孩子了 也没王凯什么事 另一个跟王凯传绯闻的 就是欢乐送礼的樊盛美 这两人不仅被拍到了一起回房间的照片 蒋星还直接在社交平台发文到 他说他爱我 并爱特了王凯 还发了两人的合照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是这两人要官宣恋情的时候 蒋星却删除了这条动态 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吧 这两人的恋情也消敏无踪了 四根王殴也频繁传出绯闻 最后一个跟王凯传出绯闻的女星 便是已经传播不少绯闻的王殴 在跟王凯传绯闻之前 王殴已经经历了婚礼现场逃婚事件 以及跟刘凯威的夜光剧本事件 王凯跟王殴的恋情是2019年也开始传达 当时有消息称他们会在6月领阵 不过两人很快就出来否认这件事了 结果到了2020年7月的时候 又有媒体拍到了两人跟朋友一起聚餐的画面 王凯跟王殴海疑似牵手 但两人还是很快否认了 哪知道了2020年10月的时候 王殴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两张秋天的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王凯也曾经发过 这一次两人都没再回应此事 对于王凯和王殴恋情的实践 还有知情人士爆料春 王凯已经向王殴求婚了 还准备在巴厘岛举办婚礼 不过两人并未回应这个爆料的真假 也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最近也有人传出王殴秘密结婚 生产后首次献身谣言自然不公而破了 王凯目前的感情生活就是一个谜 不过也许他哪一天突然就官宣了 也受不准呢 现在的王凯应该还是想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吧 不然也就不会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了 王凯和张嘉宁的合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人气和知名度都很高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照片中的表现 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中 展现了张嘉宁和王凯素颜的面容 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吸引人的颜值 张嘉宁身穿一件浅粉色的中式小外套 而王凯则身着一件浅灰色的运动衣头 戴一顶黑色的棒球帽 两人紧挨坐在一起 这张合影实在是甜蜜动人 他们看起来也很像夫妻一样 尤其是第三张照片两人都摆出了一副古灵精怪的表情 真的太可爱了张嘉宁 用亲密的语调呼唤王凯为凯凯哥哥 而王凯则以温暖的笑容回应 传递出浓浓的情感氛围网 还和张嘉宁面带微笑看起来 心情非常愉悦 他们的眼神交流动作 姿态都透露出一种亲密和默契 这种亲密感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 甚至有人猜测他们已经秘密结婚 看完后你王凯最后会和谁走到一起呢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